发生和汽车落轨 遭到火车撞击死亡的事故 详细状况到底是如何呢 我们把时间交给记者张志仁 是的主播画面中可以看到 汽车回转后正常行驶在道路上 下一秒画面右边突然有一辆轿车 高速超越随后失控 向右冲撞护栏 腾空翻滚 掉在轨道上 被迎面而来的区间车猛力冲撞 整辆车严重扭曲变形 被碾成一团废铁 场面触目惊心 这起死亡事故发生在嘉义县水上乡 住在台南的苏星驾驶 7号晚上11点多 独自驾车前往嘉义市 疑似为了闪避回转的车辆 加上车速过快 失控冲进轨道 驾驶的亲友释发后很快到达现场 等待警方处理 由于车辆严重变形 警销合力救援 经过三个多小时 把驾驶从车内救出时已经明显死亡 而当时在区间车上的约30名乘客 由台铁调派其他区间车 接驳到嘉义车站 以上是记者为您掌握的最新情况 主播 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啰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细菌作用之后 就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 也不会污染 如果家中有营法族 有儿童 有孕妇 都适用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 当然会在快点够购买才是最划算的